全国投资朋友大家好 我是林兰辉 欢迎收看股市未来学 礼拜一台北股市的压回 我们在礼拜五 或者你看到是礼拜六礼拜天 我有跟大家做预告提醒 我也讲得非常清楚 如果你股票比较凌乱的 你务必要在比拜一开盘做一个调整 其实台北股市并不是那么糟糕 但是我希望每一个节奏 你不要随便跟人家听 随便跟人家去做 像现在很多人讲生计股 可是生计股里面你要仔细的选 不是只有生计股两个字 你买了就会赚钱 台北股市也不是那么的不好 各位仔细看 礼拜一 今天刚好是11月30号 月底 月底又来一个作帐 最后一盘414亿 这成交量才会1300多亿 414亿在最后一盘 可是这个414亿丢进去之前 它当然是一个有买有卖的对冲 但是期货先拉 期货在收盘前这个地方 你看这小小的一点点 期货是非常大幅的往上拉升 非常大幅度的 期值的部分 在这个地方很快速的往上拉升 留下了82点的下影线 所以这第一个就是说 其实台北股市也不是那么差 不是说真的大家都不爱 不然谁为什么要花那么多力气 虽然是有买有卖 为什么要花400多亿 在尾盘去做账 这当然是 有人有很多台北股市的股票 那所以 这里面的内容里面 当然 你说押回盘中159点 美元太强 油价 油价很弱 油价一天又跌了3% 那有人就会说油价弱 所以你要去买太阳能 太阳能我常常跟大家报告 各位你只要听我跟大家的提醒 什么时候买 你那时候再买就好了 你不用把油价跟什么 一定要连在一起 当然它跟整个原物料有关系 这个我们都会提醒大家注意到 现在我给大家看的是路股 其实礼拜五我给大家的提醒 跟路股是有关系的 而路股这个位置 各位请看 路股这个位置 你看电脑 路股今天下午是 收上了一个很长的很长的下影线 跟台北股市类似 但它比台北股市更好 是它没有跳空缺口 这个地方它刚好就在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拉了一个很长的下影线上来 这个位置是哪里 就是礼拜五你看到的这张图吗 礼拜五跟大家提醒的 这个地方 这个蓝色的虚线 就是你刚才看到 上证在礼拜一下午 往上拉那个很长的下影线 的那个位置 这个图比较小 等一下我还会放大 给大家看 因为那个位置 就是你接下来 要注意买股票的点 那台北股市的压回里面 明天怎么看 你要注意两档股票 这两档股票跟台北股市 一定有绝对的相关 第一档股票 当然是2330的台积电 又收在139 那它今天是怎么收到139的 它没有留下跳空缺口 大盘是还有一个缺口 大盘这个地方还有一个缺口 可是台积电 它并没有留下跳空缺口 它是一步一步往上 去开低之后收平盘 这台积电 那另外有一档股票 跟大盘绝对相关的 叫鸿海 鸿海也是开低之后 拉高 拉到平盘附近 那在K线上面 你看到的是 鸿海也没有像大盘一样 留下一个往下的缺口 所以这两档股票 它都没有留下向下的缺口 代表说 今天尾盘坐驾的力量 要去注意 接下来强或弱 还是跟电子有关系 那电子股里面 你首先要看的 就是你下单之前 看一下台积电 看一下鸿海 这个都会比较保险 那这个就是今天 大盘里面的结构 你看到的 电子类股的指数 其实跌幅比大盘要小 大盘是-0.93 0.92 电子是0.69 电子股没有太弱 只要台北股市的 电子股不是太弱 那这个结构 都还是可以上工的结构 所以你看一下 不是只有生计股 生计股你里面的内容 还要仔细的去筛选 电子股跟电子期 还有尾盘 往上快速拉升的指数期货 这个地方可以当做你下单的参考 我们的计划交易 车用电子 今天早盘大盘 杀了一百多点的时候 你上个礼拜的计划交易 今天再创个新高 那创新高 它又是跟我上个礼拜讲的一样 要卖的 我试试看有多少人要卖 那如果你要卖 你就低一点压下来让我买吧 同一档股票计划交易 我们等一下再来谈一下 那现在大盘在这个位置 这个支撑 我画了一个红色的圈圈 这个地方出现了一个下引线 82点的下引线 怎么看 这个内容当中 其实除了刚才我谈到的路股 路股我还会做一个补充的说明 其实重点是 你怎么样在每天节目当中 有人提醒你 上个礼拜四 大盘涨98点 盘中也是一百多点的时候 上个礼拜四我就谈到 都是落后的结构 都是落后的结构 玉龙还涨停板 然后电子股里面 在礼拜四 涨98点那一天 都是落后的结构 所以你看指数还不够 你如果能够进一步的 有人带你去看结构 那结构是不会骗人的 这比较准 所以你也可以这样简单看 比如说 6505的台硕化 这就跟美元油价有关系的 绝对因素嘛 它今天也是开低之后 下引线 然后也是没有留下缺口 跟刚才台积电跟鸿海一样 那这个位置特别重要 所以这个地方的下引线 也特别重要 那个位置就是台北股市的8200点 所以你可以简单一点看 台硕化 这个低点今天这是盘中 盘中我特地拉出来看 那他今天又收了一个下引线 收红 把这个地方缺口补掉 直接补掉 这跟大盘8200点 当然也有一个很重要的正相关 那接下来就看台硕化78.1 台硕的77.8 收过去的时候 那时候整个台北股市的攻击 的时间点又出来了 那攻击时间点 我礼拜五有预告 礼拜六礼拜天你听到了 什么时候台北股市经过这个礼拜的整理 下个礼拜再攻 这是我礼拜有跟大家预告的 所以等一下我这个部分 我都会进一步说明 我们先来谈一个 你在节目当中 比较会少听到看到的 就是目前的盘面当中 就算大盘经过这个礼拜整理 下个礼拜再攻 那很多股票 你千万不要弄错了 有很多股票 它如果没有基本面 这个地方是38块 就是4月底的时候 10月底的时候38块 最低来到10块 现在15块 38块到10块到15块 其实这个都很重 那当时有没有人在讲 灿星网 我想一定有嘛 因为当时的强势股 那当时的强势股 这个地方也是一样 3月底 强势股 这个跳上来是简直 当时的强势股 直接告诉我们会员朋友 你不用问了 它缺乏基本面 那为什么缺乏基本面 因为它只是一个题材 它这个题材里面 它没有成长的轨道 所以它从38块跌到10块 现在在15块 同样的简单的 这个都很简单 整个的趋势没有改变 当然你趋势是怎么看 你可以用我的方式 把它界定的更清楚 这里不是有两条线很清楚 把它压住 整个压制住它的一个中长期的走势 99块到15块 15块现在大概在16块附近 这个简单吧 简单的各位一定要会 那接下来会比较难 接下来今天有一档股票 我们会员朋友看了以后 他都会问 因为礼拜五我写给他们 他今天为什么拉回来 今天这个拉回来 你说跟大盘有关系 不是只有这样看 你如果什么都跟大盘有关系 那是没有办法看清楚里面的内容的 所以我礼拜五写给我们会员朋友的是 这种阻力的惯性 他会做假跌破 假跌破 涨 也会做假突破 假突破会怎么样 所以礼拜四礼拜五看到很强的股票 今天拉回来 到这个位置 就画这个圈圈 就我礼拜五画了这个圈圈 事先画好等它的 它就来了 会做什么样的行为 主力的行为 也是可以推测的 它会去做假跌破 让它涨 它也会做假突破 让你去买 所以这样子的内容呢 你各位都可以在 每天的 每天 会员专属的分析附录当中看到 像这个就是 你可以去看到说 经程 背离 我想很多人学技术分析 就学到一个背离 那背离 没有告诉你说一定要涨 背离还需要什么东西 背离需要什么东西 背离需要什么东西 然后什么叫压力 这个蓝色的 什么叫压力 这个你都要了解 然后这个比较难的 光环 卷之比 到礼拜四 它还有43个percent 卷之比仍然具有 嘎空的条件 可是嘎空需要什么 嘎空需要成交量 那背离需要什么 这里也背离啊 这个地方也背离啊 背离需要什么 所以各位这个东西在每天的会员专属分析附录当中 你都要去看 如果你是我们会员朋友的话 那观众朋友我能够提醒你的 我尽量提醒你 今天一定很多人还是在讲 耗顶掌停板 那耗顶掌停板 其实我之前不管怎么讲 卡公也是神龙耗顶 耗顶神龙 但是我今天要跟大家讲的是 耗顶你要等它的价位 这个价位不来 我就不买了 价位来了 我们再买就好了 你这样子操作才有一个根据 所以不要人家讲耗顶 随便拉回一点点你就去买 它这个空间可能你要注意 它的支撑离目前的价位 是有一段距离的 所以这个比较基需要你去盘中去注意的 你如果没有时间去注意的 你应该找人帮忙 那剩下的我等一下节目当中 下半段回来我们要谈的是 到底台北股市的力量当中 谁尾盘去做价 400多亿 在11月30号去做价 这背后其实也隐藏了 十股力量 十倍波段 那什么样的一个个股 什么样的一个操作的理念 我们待会再谈 待会见 大家好 欢迎回到股市未来学 我们先看两则新闻 第一个是费政所税 大户一定回来 这是券商大佬的看法 可是我的看法呢 大户有两种 一种就是长期 你回来还是被痛宰 这大户当然被宰久了 它就变小户 我们要看的是有影响力的大户 所以大户回来 一定回来 这是券商的看法 可是我希望我们也要注意 哪些是有影响力的大户 那个才是一般投资人 你在任何的报告上面看不到的 任何报告都看不到 所以还要看它的内容 因为就算大户回来 这个内容里面 台股未来的明星 当然这个前辈讲的 我都认同 生计物联网 包括车联网 航态 还有我们在讲的绿色经济 这他没有讲 但是我要讲 我从10月2号到现在 跟大家谈的绿色经济 没有变 这个选股的整个主轴方向没有变 短线上 如果各位投资朋友你要做短线 那第一个 你要注意电子跟电子棋盘中的走势 还有金融股不能再弱 这个都跟指数有关系 跟大盘有关系 其实大盘跟你的短线操作是有关系的 只是各位常常不管大盘 闷着头去操作 如此而已 所以我要提醒大家的是 以上证来说 就在我上个礼拜五 你看到的这个位置 今天拉吹的可以比台股更长的下引线 这个位置是重要的 所以在这个前提之下 散户的行为当中 你的短线 stop的意思就是说 短线如果电子不强金融不强 大盘不强 短线不要随便要做 可是这个散户是要如此 散户是要有一个对大盘的尊重 那这个位置的一个观察 可是就一个大户来讲 它的操作模型 它是必须要去锁定筹码的 那只要是要去做筹码的锁定 它必须要利用这个震荡 不强 拉回 拉回 整理 的时候 反向去做吸收筹码的动作 这个叫计划交易 今天这个重点就是说 散户 如果你没有任何其他的一个 可以进出的依据 那你要观察大盘 金融股 电子股 这两个都不强的时候 你的短线不要随便想要做 但是就一个大户的计划交易来讲 反而是不好的时候 它必须要去吸收筹码 才能够去锁住筹码 那个叫反向的一个动作 这跟散户是不一样的 如果大户跟散户都一样 那这个大户一定是被痛载的大户 所以计划交易是什么 比如说 这个是人家的计划交易 不是我们的 这是人家的计划交易 可是礼拜五我有谈到 这个落后补涨的它会很快 它进出的速度会超过你的想象 它进出的速度会比你想象还快 进出 那个就不是计划交易 那只是人家顺手的一个短线动作而已 那是我所认识的 我所认知的提醒大家 那这个是同样正威集团 它今天还收红 它今天还收红 同样一个集团 同样电子股 里面有不同的内容跟结构 所以同样的电子股当中也有不同的内容 你必须要去理解 那整个大盘的方向 其实我讲得很清楚 当这个点它不是高点 我也提前跟大家讲 8757不是高点 可是你如果直接去过8757 这一段我讲得非常清楚 这里电子股的量不够 那个量的结构不对 所以它拉回来 它应该先拉回来再上去 先上去就要拉回来 所以这个过程当中 其实你在节目当中 每一个节奏 你都看得很清楚 那个别股不一样 现在问题麻烦在这里 所以很多人就会模糊 就会认为说大盘不重要 个股比较重要 确实啊 确实你会看到说 我们当时谈到的 8757不是高点 可是过了8757 到了8800 它就拉回 其实要先拉回比较好 但是你短线看到的 它今天在创新高 确实大盘跟个股 它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 可是它今天这个位置 有一个缺点 有一个缺点 有两个缺点 就我的标准来讲 有两个缺点 你不能去追它 但是同样的110 隔天第二天第三天 涨停板 在这个价位之前 你都可以注意 它拉回的买点 从110到130 拉回再上 在小过高的过程当中 在什么价的位置之下 我们要 什么价位我们不要 是很清楚的 所以你如果要做短线 就算你不看大盘 至少至少要有这些 基本的素养 什么股票 什么位置 什么之前 价位之前 你可以注意 什么价位之后 通通都不要 就跟我上半段谈的号顶一样 所以这样子的短线的一个价位设计班 我们到礼拜三中午截止 到礼拜三 礼拜三截止 礼拜三短线的部分 这个给各位的一个favor 就到礼拜三截止 那不管你是短线操作 或者是计划交易 比如说我们上个礼拜谈到的 上个礼拜的葡萄网 其实到今天你仍然可以用 上11月20号 11月20号在这里 11月20号在这里 它代表的小的生计股的 领先意见 那这个小型生计股的领先意见 并没有结束啊 所以它没有结束 小型的生计股 也不会结束 那车用电子 这是计划交易 82XX 这个计划交易 今天大盘早盘压回159点的时候 它再创新高 那创新高我刚才讲过了 我上个礼拜也讲过了 这个计划交易就是 为什么让它开高去过高 就是要测试压力 测试压力 如果有人要卖 压回来再收 这个是计划交易当中 必须要跟散户不一样的地方 不然怎么赢过散户 怎么样去吸收筹码 这个就是一个实际的 我们在做计划交易的内容 测用电子里面 这各位以后都会看到 然后礼拜我谈到的计划交易 神龙等护讯再加码 不要随便加码 一定有一个位置 可以让你做加码 这个礼拜整理完之后 这个礼拜是防守 礼拜五 这个礼拜 防守 我的看法 我的看法不是只有一个数字而已 我的看法就是 这个礼拜防守 下个礼拜上工 下个礼拜上工 连接到年底的作帐 作帐又有两种 你要注意 不要买到被弃养的 什么作帐的股票 这个也是 我提醒大家的 那剩下的是 十股力量十倍波段 你必须要具备有的一个投资素养 至少我告诉大家的 我提醒大家 我们所做的动作 是要提早一步的 那这个提早一步 就像4162的自行 拉回还是可以注意啊 这个位置209 你买了 11月18号第二天 我在节目当中 一开始 前面上半段前两分钟 我直接提醒大家 11月18号讲完 11月19号报纸写 报纸写的时候 它涨停板 那它涨停板 到今天 其实支撑的位置 又是来了 自行我们提早一步 报纸再写 再上去 再涨 涨的过程当中 拉回继续注意 那个支撑的位置 还有加码的位置 所以短线的部分 我们到礼拜三截止 希望各位投资朋友 你可以利用这两天的时间 跟我们线上的服务人员 直接电话 做个联系 洽询一下 短线价位设计班 礼拜三截止 价位上的设计 由我来帮助大家去做操作 时间关系 各位服务在这边 明天再会 拜拜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各别有加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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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